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朋友们 大家好 老师好 欢迎来到我们听故事学汉语的课堂 小朋友们还记得吗 上一堂课我们讲了什么是成语来着 老师我知道 小爱你说说看 就是约定俗成的语言 大致差不多 阿萌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好像是有一些固定短语 非常棒 非常棒 没错 它是固定短语 它的特点是生动简洁 通常情况下绝大部分成语都是由四个字组成的 还记得我们上一节课学的成语是什么吗 小爱 一心一意 非常好 一心一意 一心一意它形容的是做事专心 一心一门心思只做一件事情 还记得这个图片吗 小爱你说说看 可不可以用一心一意给这张图片造个剧呢 嗯 这个小男生在一心一意的做作业 非常棒 非常棒 非常棒啊 哇 在你的眼里他是小男生是吗 其实也是我们的好同学哦 下一张图片 阿萌可不可以用一心一意来造个剧呢 嗯 这个好像难道我呢 哦 那个老师在一心一意的上课 那个老师在一心一意的上课 非常好 你观察的非常好 那么前面的小朋友呢 哦 他没有一心一意耶 没错 这个小朋友并没有一心一意的在听课 希望大家可不要这样哦 这堂课我们要学习的成语是十有八九 小朋友们跟我一起来念十有八九 十有八九 十有八九它形容的是大致不差 非常接近非常有可能 差不离很接近 这样我们来形象的说明一下 谁能告诉我 这个图片里是代表着什么呢 老师我知道 小爱你说说看 在堵车 没错 你观察的非常细致 这是在堵车的一个图片 是交通高峰 那么我们可以说 在交通高峰十有八九会堵车的 下面的这个图片当中的人物 谁能告诉我他是在干什么呢 老师他在滑雪 哦 阿萌非常棒 他是在滑雪 你会不会滑雪啊 我就只会往下滑 那对的 谁能晚上滑呢 除非他有缆车 对吧 但是老师我停不住 你停不住 下次没问题 等到冬天的时候 我可以叫你去滑雪 那这张图片当中的人物 他是在做什么运动呢 老师他在打羽毛球 没错 打羽毛球 无论是滑雪还是打羽毛球 无论是任何一项运动 我们要说如果不热身的话 如果热身不充分的话 十有八九会受伤的 这张图片我们上节课已经说过了 蓝衣服的那个小朋友在一心一意的听老师讲课 而穿橘黄色衣服的小朋友呢 并没有一心一意的上课 那么我们可以说 穿蓝色衣服的小朋友十有八九 他的学习成绩要比橘黄色衣服的小朋友要好得多 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再来念一遍 十有八九 十有八九 阿蒙试着用十有八九造个句可以吗 这个有点难让我想一想 想一想 吃饱了十有八九就不饿呢 很小说 是 绝对 来 回来